我觉得现在在华府有一个普遍有一个状况 有一个情形 就华府现在会非常担心 就是2027年台湾海峡的军事风险会增加 所以他们现在一贯的主张就是 如果那个台湾所要采购的武器系统 在2027年之前没办法全部 甚至部分形成战力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应该提出 那这边第一个受到影响的 就是刚刚您提到那个反潜直升机 那至于是说华府为什么担心 因为包括米利将军 他也提到2027年共军可能具备犯台能力 这边主要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当然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 共军的战力会有一个 会成长到一定的阶段 就是在若干项目上 会具备武力犯台的一些数量的条件 比如说在大型运输机部分 目前是大概50架 到2027年应该会超过200架 这就达到他跨海做战力投送的一个条件门槛 那同时在共军的战力快速提升的时候 美军跟共军的战力差 却会因为美国现在 美军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装备的换装 他会把旧的装备先大量的裁剪 可是美军的将领会担心说 那在2027年的时候 可能新兴的装备 还没有办法大量进入部队服役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美军跟共军 在西太平洋的战力差 出现一个战时性的缩短 让这些美军的将领会担心 到时候对共军的嚇阻无法成功 然后更重要的是 华府这边也会担心 2027年是中共要举行21大 又要进入一个高层权力交接的一个状况 因此充满了许多的政治变数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华府现在对2027 有一个蛮强烈的危机感 认为台湾方面所有的武器采购 应该要集中采购那些 可以在2027年之前 至少要部分形成战役的项目 一旦不能够符合这个门槛 那他就认为是说 你台湾方面根本就不应该提出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 其实在2027年 共军虽然有一些若干的像 若干的指标 若干武力犯台速战速决的指标 可以达成 但是说在2027年 就能够具备这个 武力犯台速战速决的能力 我个人还是有点怀疑 第一个 就是共军的 现代化联合作战的指管能力 其实到2027年 可能还没办法完全具备 因为他的联合作战纲要 在前年11月才颁布 他的联合作战准则体系 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 更重要的是 他那个联合后勤跟动员体系的调整 还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战术的运用 到2027年可能还没有办法到位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共军在2027年 要具备武力犯台速战速决的能力 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达到 那另外提到就是说 刚才那个M109A6 因为目前传出的理由是因为 援助乌克兰导致交货延迟 但我个人其实对这个理由是有点 是蛮存疑的 第一个美国目前军员给乌克兰的榴弹炮 其实是那个脱衣式的榴弹炮 不是自走炮 第二个负责做这个M109A6 这个整修性能提升的BAE公司 它其实公开否认它的产能不足 它是公开的否认 第三就是美军 其实库存的M109A6有600多辆 就算一时时间给不了台湾40辆 如同国民兄所说的 他先给12辆到16辆 先让我们具备部分的战力 这个我觉得在技术上是做得到的 更重要的是 现在急着要把自走炮送给 乌克兰的北约国家 其实有好几个 真的不差美国这10辆 谢谢大家